火爆炒面还有 为了高中儿女 双方的父亲打成一团 有一名正姓男子 不满就读高中的女儿 跟同校男朋友在一块 好多天都不回家 把对方约出来想要谈判 但是过程当中 却拿安全帽打上了他 没有想到女儿 却打电话给男朋友的爸爸 而对方一听气炸了 说要替儿子讨公道 还找人前来助阵 双方就在大街上护殴 来出社的男方亲友 拿起脚铁和球棒 直接往女方爸爸身上招呼 穿蓝色衣服的 就是男高中生的爸爸 心疼儿子被穿白衣服的 女方爸爸拿安全帽打伤 女方爸爸寡不敌众 被打得不断退后 一旁女儿也被吓得 不断尖叫大哭 现场叫嚣声 引起民众注意 打电话报警 快打部队到场 不过南方这边 即使当着警察面前 还想继续动手 这起街头斗殴 发生在苗栗竹南的环氏路附近 原来双方的小孩念同一所高中 两人正在交往 不过正姓男子的女儿 却好多天不回家 因此正姓男子把女儿的男友 约出来谈判 并且拿安全帽打伤对方 男父亲之儿子遭殴打 对我同另五名朋友到场 共同护打正男 没想到女儿看到男友被打 转头就打给男友的爸爸 导致双方家长街头混战 而现场八人最后被依据众斗殴遗送 双方获告伤害 谁也不让谁 借章心结 苗栗报导